歡迎收看小小鈴VS鴻門網路雷台賽第五局 大家好 我是小小鈴老師 那這個雷台賽繼續蔓延 我們現在小小鈴金魚班 當務之急啊 就是要把這個婷宇給幹掉啊 他加上今天呢 已經連續三連勝了 如果是農心碑的話 三連勝就會發額外的獎金了 這個人真的是太強了啦 那俗話說呢這個強者運強啊 這盤棋呢他原本對上的是威龍 不過他臨時有事 所以我們臨時改了另外一位舞段 楊逸他來上場 但最終結果真的是很無奈啊 楊逸呢在大優的情況下 滑瞄 就滑鼠呢不小心滑到一個不知所云的地方 那高手過招啊 平一手差別就非常大了 所以啊 又輸掉了 好吧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本局的 極速點 好本局呢是由直白的 EGO567洋逸 對上直黑的婷宇 我愛助教 好我們就從底下下邊的戰鬥呢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哇這個白旗看起來是很有靈性啊 在這邊碰完之後一碰呢 企圖呢要來破壞掉黑旗底下的大控 這幾手老師認為 真的下的還不錯啊 還不錯 算是呢蠻快速的就把底下的這個空間喔 撐開來了 好那實戰呢黑旗 哇這個碰喔是有一點急躁的 人家說攻擊不要用碰嘛 碰完之後簡單被這個白旗板一個往上藏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這個旗喔 白旗是還不錯的 黑旗如果直翼要斷的話呢 白旗這邊喔 有這個打完一頂的厲害手筋啊 可以把你滾包成那個一頭肥豬 有沒有看到 哇肥滋滋的 這裡還有一段 如此呢白旗局面是相當不錯的 但實戰呢 哇楊翼更兇啊 是直接選擇在這邊頂完一段 再藏出 哇這幾下真的有點太過分了喔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自身喔我們去破人家的家 而不是呢要怎麼樣 搶劫別人喔 這個有一點過分呢 可能會遭到黑旗嚴厲的反擊 好在實戰黑旗板二指頭之後 白旗斷黑旗跳之後呢 其實還是應該喔 要使用老師剛剛推薦的絕招 就是在這裡藏完之後 打完一跳碰 就如此呢 你會犧牲掉這兩顆旗子 但是目前而言喔 這兩顆旗雖然看起來很大 好像龜甲蹄 但是呢 其實價值不高啊 白旗只要穿出去出頭 我們看看底下這個的黑旗 是有點偏薄不弱的 然後左邊這個旗呢 白旗如果真的要破 飛壓一下就把別人的空壓扁了 這個旗要想到能夠棄掉兩顆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困難的啦 好那實戰呢 楊翼就是選擇 我全都要的下防 那由於呢 現在這個爭執有力的關係喔 所以亭羽呢 是可以選擇最搶手的脊柱 那現在這個局面喔 感覺就白旗變得有點困難了喔 因為底下斷點啊 氣啊都很緊 如何做活呢 成為本局的關鍵 好那實戰 白旗長完之後 黑旗點完一段 這個段有一點失誤啦 其實應該還是簡單的板回去 對整塊旗進攻就好了 但實戰呢 黑旗斷完之後 白旗團住 黑旗力擋住之後 哇這個手晶很厲害 有下出來喔 漂亮的一尖 但是喔 這邊兩個人喔 其實算是下的蠻精彩的 大部分我們在做這種手晶旗的時候 這一尖喔 就已經可以成功的把黑旗給禁殺掉 那由於現在上方喔 呃 跟一般的題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亭羽這個時候呢 是可以擋在這裡之後 一打回去的 那如此呢 白旗喔 是吃不掉黑旗的 那變成這個局面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實戰死活題啊 現在亭羽只要把旗簡單的走戰 單打 比賽就game over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到 因為打完之後 白旗一打吃這四顆啊 是一個什麼 吃到斗力式啊 喔喔 那如此呢 只有一個眼睛 白旗不就GG了嗎 哈哈 但是有時候這就是一個 慣性反射動作啦 喔喔 有接不歸 接一下 有沒有 那被白旗打完一彎之後 白旗跳碰 看起來 欸 好像要活囉 但是 實戰了 老天給了婷宇 第二次的死活機會 這個時候 黑旗喔 有一個這個常見 手巾 夾心餅乾 喔各位 如果有看到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但是你的體力很不錯喔 喔 手巾死活 常做的話 你就可以慢慢發現到這部妙手 好這部夾什麼意思呢 因為如果你單檔的話 白旗就簡單的往下立就活了嘛 那如果你一夾的話 白旗往前衝 黑旗喔 注意 保留變化喔 單檔喔 不要亂挖喔 亂挖就活了喔 保留變化的單檔之後 再一反打 如此 底下的白旗 還是全數震亡的 但蠻有意思的一點喔 是AI在此時局面下 竟然喔 就是看到了這部夾之後 只給了黑旗 50%的勝率 那為什麼啊 這塊吃掉 怎麼可能 只有50% 應該90%了吧 是因為 此時喔 白旗有 最強的抵抗 這個圖真的很難 我自己也沒看到 就是白旗往前衝完之後 打在這個位置 這是最強的抵抗 那打在這裡的時候 黑旗要殺就要擠 白旗團住 黑旗送一不如送二嘛 白旗提掉 黑旗不 變成這樣 欸老師這旗還是一個什麼 假眼啊 可是當白旗打完 一衝 再一彎之後 各位 我們會發現到 欸 好像黑旗自身怎麼樣 也被捲了進去 喔這個圖要算20步欸 真的蠻難的齁 如果呢 各位有看到的話 那你可能比老師還強了 當然啦 這個圖 我相信兩位小朋友 是絕對看不到的 啊 庭宇連這個夾都沒看到了 你看 實戰直接被擋完一力 放生掉白旗 那一放生喔 這個白旗的勝率 瞬間大暴漲啦 啊 接近八九十%了 你會說為什麼 好像 黑旗外視也是蠻強壯的啊 嘖 這個外視超級波爛 為什麼 因為氣太緊 未來這邊走一走 都有一些隱形人可以爭執 是吧 所以實戰呢 現在白旗局面是相當相當優勢的喔 好 那緊接著 楊逸馬上就要把這個優勢給還回去了 首先這個旗喔 最搶手可以點在這 就是準備做一個氣質的動作 再回來飛一個 就把上方那顆旗呢 給阻斷 那實戰楊逸是差了一公分啊 飛在這個位置 但是被第一旗碰完之後 你會發現到這個旗行很醜 而且 就被切開來了 然後 現在也只能斷了 現在大概也只能斷了 氣質 爭先 但楊逸實戰呢 選擇了 是尖在這個位置 哇 這部旗真的是勝率大暴跌的一手啊 我大概懂他的意思啊 他想要左右逢源啦 就這個斷跟這個碰啊 還不錯的構想 只是說被黑旗擠到這裡的時候 就算你左邊能破一些些 但是你上方如果萬一被飛進去的時候 是更為巨大的 了解嗎 所以實戰 白旗在這裡打完一碰之後 黑旗的婷雨只要想的是說 他沒有想要把人家殺掉 如果硬殺的話 可能自己會出問題 有沒有看到 自己的斷點很多 但是他只要想的是 我把他先手封住之後 走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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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局面呢 黑旗都是相當不錯的 好所以實戰 黑旗在這裡搬完一街上 非常厲害 白旗打吃 黑旗就反打下去 闖一個 都下得很好欸 都下得很好 白旗只能團 但就在此時阿 哇 婷雨突然 動了殺星阿 其實黑旗只要簡單的 在這裡補一手 白旗補 這個檔是先手嘛 對不對 所以黑旗裡面是 活得相當乾淨的 完全不用補 然後在這裡挑一手 這個局面呢 黑旗就很棒棒了 但實戰呢 這一間 哇 直接沒看到會被斷掉啊 他可能是露看了這個旗 是可以斷的 他露算了什麼呢 應該是這一圖 就是打完之後阿 這裡有一個門封 所以呢 即時懸崖勒馬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到 白旗阿 把這兩顆也吃掉了 這幾顆呢 通通復活了 如此呢 現在白旗呢 又是 非常巨大的優勢 只可惜各位 就是當陽翼呢 實戰這個棋局 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 黑旗充 準備做最後一搏嘛 這個充斷 白旗是打不下去的 這個會被斷掉 但是這個時候 白旗只要 從另外一邊 連回家 這個黑旗就難以為繼了啦 但實戰 有時候 往旗才會出現的失誤 就在這邊呢 顯靈阿 白旗接到這裡了 這個不用想了啦 這個跟下一之一是一樣的啦 好不好 這絕對滑飆了 等於是 天羽可以多下一手 然後 黑旗就在這裡補了一手 之後 成功的把白旗給殺掉 好 以上就是本局旗的全部內容啦 我是蕭林老師 我們就期待下一盤旗吧 掰掰